被捕男子黑暴蒙頭 由警員在油麻地廟街 一間禮品玩具店把他押走 警方帶走一袋袋證物 包括一支紡M16氣槍 一包鋼珠、氣罐 警方指被捕男子38歲 是玩具店的售貨員 在公余時間在店鋪各樓玩氣槍 不排除將貓當是標靶般射 將貓射傷 在禮品行成功找回一支紡M16氣槍 一罐氣和一包彈珠 這個彈珠亦吻合早前 受傷的貓中的白粒降珠 初步來看是吻合的 試氣槍任何物件都會嘗試目標 至於是否同報道指有一對父子 用氣槍射擊流浪貓有關 他就說由於疑犯身材矮小 已被人誤當作是兒童 示範上星期在廟街和南京街交界 一棟大廈一隻大約兩個月大的小貓女 在大廈外場閻篷受傷 被途人發現 經受於搶救 在他身上拿出8顆降珠 身受重傷 而近日約貓事件不絕 包括深水堡紀龍街後巷 一隻貓女 懷疑慮被人打斷隻骨 以及用竹籤插死 今末星期二上海街和南京街後巷 亦有一隻貓公 懷疑被人有高處定下死亡 在油尖旺區一帶 虐待動物個案件時有發生 警方說要破案 最重要關鍵是靠市民去舉報 所以呼籲市民一旦發現 懷疑有虐待動物個案 一定要報警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麗儀報導